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我们在第一场次就请到了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蒋座教授 也是刚刚在不久前才卸任院长一职的陈聪副老师 为各位主讲今天这个重要的题目 陈老师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他著作等身 他平常教授的主要领域 当然各位同学都知道是民法 不但是理论方面研究深入 而且他也有很多丰富的实务经验 他在台湾许多国内国际的仲裁案件中 经常担任仲裁人 或者是提供专业意见的专家 所以他是学理跟实务两方面都很贤手的老师 另外陈老师是台湾大学毕业了高材生 然后在英美法系深造 所以他对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的法理也都精通 今天他选择的题目是跟我们这一次比赛的主题 息息相关的法人自己行为的侵权行为责任 特别是人格权方面的介绍 陈老师刚刚告诉我 对各位来讲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我们邀请他来做这次演讲 陈老师不但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而且还把今天的演讲已经划成了具体的学术文章 陈老师在2011年曾经发表过跟这个题目相关的 法人团体的侵权行为责任这样一篇文章 在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而且对实务有了很大的启发 也造成了这个领域的重要发展 所以今天陈老师因为有这个机会 他或者他谦虚是借着这个机会 重新又能够再继续从事新的学术研究 有新的看法提出 非常感谢他 等不及要聆听陈老师精湛的发表 那事实就请陈老师开始 谢谢陈老师 我们大家欢迎他 好 谢谢大家 首先谢谢郑院长 郑公文院长 还有姚思源理事长 以及李彦祖所长 尤其是李彦祖所长的介绍 我要彼此一下 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是到哈佛大学念硕士 在恩娃娜博士 对不起 然后之后就回台大任教 到现在25年 我想很多学生认识我才对 因为至少没有看过的人 也会看过那个open course 台大的open course 那这个其实今天这个题目 法人团体的侵犬责任 在这个问题 我在2011年有写过这个文章 写过这个文章之后 在2020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判决 就是108年台上至2035号这个判决 那这个判决 他采取的看法跟以前的见解完全相反 改变了最高法院过去七十几年来的看法 所以108年台上至2035号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见 那这个意见之后呢 就连续有很多人发表文章 那其实当初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判决发布之后 那杂志也征询了我要不要写文章 那我那时候没有写 原因是我认为说 我在2011年我把我的意见都讲完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说了 那后来在这个108年这个判决之后 那连续有五篇文章 再讨论这个判决 那我藉由这一次要跟大家上课的机会 就去把那五篇文章拿出来全部读一遍 那才发现说 那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严重 就是因为这个判决呢 有人赞成他 有人反对他 那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学说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那只是我看完了之后 我觉得说我应该再写一篇文章来说清楚 因为我担心的是 如果最高法院看了这些质疑的见解 会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要改变看法 那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写了一篇文章 一个短文 那我在2011年那时候发表的这个文章呢 叫法人团体的侵权责任 我可能要先说明一下是 当初我为什么去写这个文章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 我们最高法院一直认为说 说我们的法人的侵权责任 依照法人实在说 所以呢 法人应该要负侵权责任 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 那问题是他如何负侵权责任呢 几乎所有的最高法院的看法都认为说 因为法人他自己不会动 他会做行为的 从事一定行为 一定是自然人 所以呢 法人的责任一定是来自自然人 那这自然人是谁呢 无非就是他的代表人 或他的受雇人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法院的见解 就认为说法人要负责 一定要依照明法第28条 负侵权责任 或者依照第188条 负雇用人的责任 那基于这两条规定 那法人才有侵权责任 那如果不符合28条的规定 或者188条的规定 那他就不会负侵权责任 可是各位也知道 我们明法第28条 法人要为代表人的行为负责 他的前提是 这个代表人行为本身要构成侵权责任 如果代表人不会构成侵权责任 法人也不会依照28条的规定 连带负责 同样的 在明法188条也一样 他的法人 就是雇用人的侵权责任 连带赔偿 他的前提也是受雇人 他自己的行为要构成侵权责任 而后雇用人才要接着付年代赔偿责任 于是这样子的规定 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法人的侵权责任 必须以一个自然人的侵权责任 成立为前提 那我以前看这个看法 我就会认为说这样的话 跟我们常常在讲的法人实在说 好像不太符合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我看到一个问题 第二点我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去看明法28条的规定的适用案例是什么 结果找了半天 就大概只有四五个案子而已 而这四五个案子里头 有趣的是 怎么看都不像是代表人真的有侵权行为 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很有名的是 是有一个医院 那里面有一个精神病患 那这个精神病患 有一次他们这个医院 就要带着他们下楼去参加一个活动 结果没想到 这些精神病患被带下楼的过程里面 他竟然在下楼 比如说从第四楼要走到第二楼 就到这三楼的时候 他竟然冲进去一间办公室 那办公室门没有关 他就冲进去 然后冲进去之后 就把窗户打开 然后就跳下去 跳下去就死了 那死了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窗户没关好 也就是窗户没有上属 还有就是精神病患这个窗户 没有做那些防护网 那在这个案子里头 这个病人的家属就去告医院 那告医院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用民法188条 那你要去说他的受雇人是谁 然后还要说他的受雇人呢 必须有侵犬责任 于是呢医院呢 要跟着付连带赔偿 可是在这个案例里头 找不到受雇人 因为里面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呢这个窗户没有关 也不晓得谁没关的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雇佣人责任 来起诉请求损害赔偿 于是这个原告告谁呢 原告告医院跟他的院长 也就是用民法28条 那各位想想看 院长 院长何许人员 一个医院的院长 竟然叫他去关窗户 叫他去做防护网 这个像话吗 我怎么想都觉得怎么不对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头 法院怎么判 法院说对 没有院长是代表人 所以院长呢 有过失 亲爱他很全力的 这个行为 因此呢 医院呢 要付连带赔偿 各位同学想想看 这个合理吗 我看这个例子 我就觉得 这个太你制了一点吧 就是反正呢 法院要你负责 我就要你负责 我才不管你 院长会不会去关窗户 所以 有时候我以前啊 在那个医院上课的时候 都跟那个院长讲说 你们要好好关窗户 不然你们会被告 那些医院的院长 就跟我笑一笑 知道说对了 以后上班第一件事情 就是关所有医院的窗户 这个判决太荒谬了 这是我看到的28条案例 另外应用28条案例 还有一个案子是什么 还有一个案子是 有人去搭电梯 就电梯不然间突然间 发生故障吧 他就从四楼直接掉到一楼 那各位想想看 搭电梯 你从四楼直接掉到一楼 是什么现象啊 当然里面的人就受伤啊 那受伤要去告谁 告那个电梯公司 电梯维修公司 可是 可是谁来维修过 或者说现在这个维修出状况 是谁造成的 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告什么 他不是以明法188条 他是以明法第28条 去告这个代表人有责任 然后呢 他的法人跟着要连带负责 用28条的规定 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这个电梯维修有问题 不就是他的职员维修有问题吗 那今天为什么不告职员 因为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怎么办 就告董事长 那董事长你说他问题出在哪里 难道是他真的没法维修好吗 如果董事长有问题 应该是说 好吧 那他的这个整个维修的过程 规定的不太好 那他没有好好去监督这些人 那没有从事好的监督管理 整个机构有问题 整个组织有疏失 应该是这样讲啊 那这样的话也应该是法人的责任 怎么会又变成是法人依照28条说 那代表人有责任 所以法人付连带赔偿责任 这个我怎么看也觉得不合理 那这是我看到明法28条适用的案例 我觉得这些案例都怪怪的 都跟28条真的要规定的情况有点距离 那接着我去看那个明法188条也一样 明法188条我刚刚讲过 那个188条的雇用人责任 他的前提是受雇人要负侵犬责任 所以原告起诉请求被告 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时候 他必须举证证明特定的受雇人有侵犬责任 那这时候雇用人才负连带赔偿责任 那这就是明法188条 可是后来我发现了 台湾有的案子不是这样判 台湾有的案子比如说 有一个案子是什么 有一个案子是两艘船相碰 那碰了之后呢 把那个提议坊都撞坏了 那把那些提议坊撞坏了之后 那这个被撞坏的提议坊 他们所有人就去告这个船 船东说你们要负责 可是到底这两艘船相碰是谁导致的 就是那些是船员有问题呢 还是船长指挥有问题呢 大家也搞不懂 也无法确知说是船长有问题 还是里面的哪一个船员有问题 搞不懂怎么办 那不管啊就用明法188条去告 那我们法院怎么说呢 我们最后的法院说 哎呀 现在搞不懂 到底是船长有问题 还是船员有问题 反正你们一定有人有问题 所以搞得半天也没有指明说 哪一个受雇人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法院就判这个 船伯的所有人呢 他必须依照明法188条负雇用人责任 所以在这个例子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原告其实没有指明特定的受雇人 他也没有去证明哪一个受雇人有故意或获释 所以呢 那个某特定的受雇人构成侵权责任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被建立的 那如果没有被建立 怎么又可以依照188条规定 负雇用人的连带赔偿责任呢 我们这个法院也没讲 反正他就这样嘛 他要你负责 那这个例子不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电梯突然间从四楼掉到一楼的例子 不是很像吗 那个案子又明法28条 这个案子又明法188条 反正我看起来就是反正随便说啦 这个只要让那个法人负责就好 我管你用28也好 我用188也好 我管你能找到特定的人也好 不能找到特定的人也好 都一样 所以这个法律的试用就限于混乱 限于混乱 那另外我又看过一个案子 因为我研究医疗法 那法院有非常多的案子 他是这样 他有一个人要去开刀 那开刀呢 做那个上下肢整形手术 那上下肢整形手术呢 他就是有一个那个被害人 他在做这些维修工作 飞机的维修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手指切断 那手指切断呢 他医院就帮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脚趾移植到变手指 现在医学真的好厉害 这样也可以 脚趾变手指 好啦 那他就真的去移植 那开刀也都很顺利啊 就开完刀之后 就把他放到那个什么 恢复室吧 结果呢 在那边没多久 一个小时不到 发生呕吐 呕吐就呛到 呛到呢 就是急救 急救就死了 那 请问这是谁的错 是医生开刀有错吗 还是麻醉科有错吗 还是呢 这个 最后呢 在恢复室照顾人有错 那在恢复室照顾人是谁的错 恢复室呢 那么多人 一对护士呢 跑来跑去 他就躺在那边啊 他躺在那边 突然就开始呛起来了 开始呕吐了 呕吐就阻塞 这个呼吸道 阻塞呼吸道 然后最后急救 他就死掉了 请问 你要用哪一个受雇人 哪一个员工去告他 找不到人 结果原告他的家属 起诉用哪一条 用名号188条 用188条去告他 那法院怎么说 法院说 反正找不到人 哎呀 有一种人叫医疗团队 所以他就说 不管怎么样 你们这个家务病房的医疗团队 一定有人错 谁错 医疗团队的错 天啊 那我们的名号188条 本来要有一个特定的受雇人 现在也不用啊 现在只要来一个叫做医疗团队 医疗团队是谁 不知道 只有在这个案子 能不能判医院要负责 他用的就是188条 所以 我当初看了这些案子 我总觉得 这个实在太奇怪 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想说 好啊 那既然民法28条 在适用的案件这么少 然后又 我觉得太理智了 然后 188条又可以这样 轰轰轰轰轰的这样行 那难道我们不能让 法人自己负责吗 难道我们不能让法人 直接医民法184条负责 不就好了吗 这不是可以 根据一切的问题 而且法律的适用 也不会这么含糊 比较能够精确 那时候啊 2011年的时候 我把所有台湾的 关于探讨法人 侵犬责任的 所有的书 全部拿来看 文章没有人写过 然后就把这些 所有的载种的书 全部拿来翻了一遍 发现 只有结论没有理由 就是 每一本书 或者都引法案的见解说 哎呀 法人不能适用184条 然后呢 法人要负责呢 一定是要 这个依照 28条或者188条 那唯一有一本书 写过 他也写得非常简单 就是 我记得是 美仲协先生的书吧 对 美仲协 你刚刚你们都不认识 美仲协老师呢 他是以前台大的老师 他有一本名法药育的书 勃勃的不太厚 可是呢 我们经常拿来看 因为他实在写得很好 只有他那本书写了一句话 写了说 哎呀 这个法人 一切的法律行为 都出自自然人 他就写完了 出自自然人 除此之外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 那我就纳闷 我说奇怪了 大家都说最高法院对 可是大家也不讲到大老师 只说 哎呀 反正呢 法人负责就是要依照28条 或188条 他不能依照184条 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个理由 然后呢 客人也都不说 于是我就去做了一件事 我去做什么事呢 我去看日本的书 我就找日本的书来看 他说到底日本人怎么说的 那我发现了 台湾的食物见解跟日本的见解一样 那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有说 有说为什么 为什么 法人不可依照 他们是709条 民法709条 我们是184条 所以为什么法人不可依照 我们类似我们 民法184条的规定负责呢 他们讲唯一一个理由 就是呢 法人呢 团体呢 他没有意识能力 所以呢 他没有主观上的这个意识能力 那既然他没有意识能力呢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来判断 有没有故意或过失 那既然没有办法来判断故意过失 可是我民法184条 明摆的说啊 他说 这个故意或过失不好 亲爱他人的权利 要入所谈的责任 所以在过失责任主义底下 你一定要有故意过失 没有故意过失 你就不用负责 那法人没有自己的意识能力 他都藉由自然人才有意识能力 那既然是这样 他就不能以184条来负责 那么这个是我看到的 日本的学说的说法 那想想可能也是这样吧 那后来当然了 在很多年后 很多年后 我这个文章画表 就是很多年后 那我发现呢 孙森念老师 他也的确后来有讲 后来有讲 他就依照日本法的见解 他就说 他说哎呀 法人的行为要靠自然人 那没有自然人 法人是不可能为行为的 所以呢 法人的责任一定是建立在自然人上面 那所以我们要判断 要从自然人的行为来判断法人的责任 因此法人呢 不能适用184条自己的责任 只能适用28条跟188条 这个为他人的行为而负责 那这是我后来看到的 那总而言之呢 单纯以法人没有自己的意识能力 然后就说法人不应该负自己的责任 这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因为当初啊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那时候的消费者保护法 消费者保护法关于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那这个是在消费者保护法第七条 第七条 他就是规定商品制造人责任 那显然 企业经营者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七条的时候 是要负责的 要负责的 那企业经营者是谁 企业经营者难道都是自然人吗 不是 企业经营者大部分都是法人 所以我看这个法条 一看就觉得这法人要负责 那为什么法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七条 要负自己的责任 而医民法规定可以不用负自己的责任 那这显然也不对 那当然后来的医疗法八十二条 他也规定医疗机构呢 因为执行医疗业务自身损害于病人 他说以故意或过世为限要互损害表责任 那你看这个医疗法八十二条 医疗的第五项 他明白规定 说你医疗机构要有故意过世才负责 倒过来讲是 如果你有故意过世要不要负责 要喔 那医疗机构的故意过世怎么判断 难道你要说他院长有问题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在现行法的规定里面 其实法人是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建议一个 一般性的原则就是 另外一百八十四条可以作为法人 负自己侵权责任的这个规定呢 那当初我写了这个 2011年写的这一篇文章之后 就过去了 时间就过去了嘛 你没有人理他啦 那哪知道九年后 这到2020年的时候 最高反应突然间改变见解 那最高反应我知道他们改变这个见解 他是那个大法庭 那大法庭他们一直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的最高反应判决都采取传统的见解 可是偶尔会有一两则 最高反应的判决认为说 184条是可以用在法人责任的 那这是非常非常少的判决 那在2020年的时候 大法庭他本来要做成一个判决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做这个判决的时候 他们程序上是这样 他们程序是要把这不同庭的意见 去征询所有的不同庭的法官意见 结果没想到呢 他们拟了这个意见然后去征询大家 就征询后来竟然大家都说没意见同意 也就是第一次碰到大法庭要做裁判的时候 那本来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 他收集回来之后 他们在表示意见说我要采假的时候还是采语说 可是这个案子是第一件是 征询完了之后大家都全部赞成 然后大法庭说谢谢 大家都没有意见的 我就不用做特别的意见 就这样的意见为意见吧 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决定 那这个意见从此就确定说明晚184条 是可以作为这个法人自己侵卷责任的基础的 所以我说这个见解呢 其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意见 它改变了70年的看法非常重要 那就是因为它重要 所以这个见解做成之后 那学者就开始写文章 那写的文章我看了大概 至少我看到的啦 也许有的文章我还没有去收集到我不知道 那至少我看到了呢 大概就有五篇文章在讨论 那五篇文章呢 我就接着这一次的演讲 我就把它拿来全部读一遍 那读一遍之后呢 我发现说 哎呀对于这个108年的台上至2035号判决 有的人才质疑 那有的人才肯定 那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诶 请问这个质疑说啊 到底有没有道理 他们质疑最好看这个见解有没有道理 那会不会有这个质疑说之后呢 那最好看还要再次改变见解 这是大法庭的见解 那当然也有肯定的见解 那肯定的见解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有的学者就开始去阐述 去阐述说好 那我们要建立这个法人的侵犬责任 那请问顾一顾是怎么判断 就有人提出他的看法 我觉得还很好啊 那有人就说 那他的这个要负侵犬责任的时候 请问他负担的义务是什么 那什么时候会构成义务是违反 但是另外有人就开始探讨说 那请问那法人如果要184条 来负自己的侵犬责任 那他跟法人依照28条 或者依照188条去负侵犬责任 连爱赔偿责任 这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看那些文章里头 有些人写一写 我就觉得很可怕 就是有了184条之后 然后他们会把184条跟188条混乱 搞成混乱 然后有人甚至认为说 只要你不构成188条 因而也不会构成184条的责任 是吗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去看文章的时候 不要被那些文章骗了 包括我的文章 包括看我的文章 每看一篇文章 你都要先怀疑他一下 说真的吗 包括看陈老师的文章 因为我常常在教书的时候 都跟学生讲说 你不要看我的书 相信我的书 最好每个地方都跟他打问号 想一想 我的讲的不一定对 搞不好你想的是对的 本来就是这样 那我看那些文章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在这个理解上有点问题 说不构成188就不会构成184 所以法人要依照184条负责 这一条规定 这个说法是多余的 真的吗 184条的责任跟188条是一样的 那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在看完这些不同的文章 不同的见解之后 我觉得有些概念还是要理清一下 尤其在108年台上2013的判决之后 那后来又有另外一判决 等一下我会提到 那同样对这个法人 自己性的责任做了一些意见的表达 那我觉得很好 那一起把它讨论一下 所以我就藉由很多人写的这些文章 那我重新去反省这个问题 让各位同学来说说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吧 那当然这所有的症结 都来自于108台上2035号 所以念法律的人 应该不要再忘记这个判决 108台2035号 这个是一个leading case 这个太重要 这是一个信用卡账款的强制执行案 这个案例的事实其实很简单 它是呢 原告 他并没有去跟中国信通银行申请信用卡 可是中国信通银行却说原告有基欠信用卡的账款 那他说这个原告签这个信用卡账款 于是呢 他就去对这个原告去申请发支付命令 那因为这个原告他说他我没有申请信用卡 我怎么会欠钱呢 可是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对他发这个支付命 他一定会怎样 他会去议议 可是在这个案子有趣的是 中国信通银行把这个支付命寄到哪里去 寄到原告的户籍所在地 各位同学你们也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住在户籍所在地 户籍所在地可能是在中南部 可是你的住所地呢是在台北啊 他就把他寄到户籍所在地 所以原告根本没收到 那之后 那个中国信通银行拿到支付命令之后 他开始去申请强制执行 就很好玩的是 他去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原告的住所地 他的通讯地址知道 可是他们去申请强制执行 却不像 像银行承报的却不是那个住所地 而是哪里 一样是户籍地 所以呢 他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然后呢 强制执行命令就寄到他的户籍地 那当然也没人收啊 那不管了 就是户籍地 然后最后就用公司收稿结束了这样 他就去拍卖这个原告的土地 结果原告土地竟然被卖掉了 所以原告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呢 他一无所知 等到土地被卖掉 他才知道 反而大陆说我的土地怎么被银行卖掉了 才知道说 原来银行说他欠钱 然后他说我哪里欠钱 他说你的信用卡账款没交 他说胡扯 我根本没有你的信用卡 于是呢 他就去告 告这个 中国信托银行 说你要赔我 赔我什么 赔我那个土地被拍卖的损失啊 还有赔我呢 我本来是有什么什么 农民的那个保险 这些权力全部不见了 农民保险的权力都不见了 你要赔我 那结果 中国信托就说 那请问我哪一个受雇人有问题 请你告诉我 我受雇人有构成故意过失 不法侵賴你的权力 构成轻点责任 然后呢 我才要依照188条固证 各位同学你可以看 在这个案子里头 到底他们哪一个职员有问题 不知道 哪一个受雇人不知道 那怎么告 你能够用188条去告 你根本没有办法指明受雇人是谁 于是呢 在这个案子呢 最高法案才第一次去使用184条 规定说 当这个被害人 无法指明特定的嫁害人的时候 而你法人呢 能够在组织上有疏失 有组织上的过失 你能够负责 那这个法案判决呢 他就说你看 他讲了几个理由 说第一个 这个明法184条 这个一般侵脸行为的规定 从他的文义跟立法的说明 并没有限于说 要自然人才可以用 他没有这样写 这个我当初 我在2011年那篇文章 我也是这样说 这个条文里面没有讲说 限于自然人 为什么法人不能用 所以文义解释上 是可能适用于法人的 那第二个 对法人的意思呢 到底存不存在 他说 法人呢 是以社员的结合 或独立财产为中心的组织团体 基于他的目的 以组织从事活动 可以统合他构成员的意思跟活动 为其自己的团体意思跟行为 所以在这里呢 最后还是肯定说 有啊 你这个构成员统合的意思 就是法人的意思 所以他是有意思的 一个法人没有意思 他怎么行动啊 他当然会啊 所以他也认定说 这是有团体意思 那第三个理由 他说你看 法人的侵权行为责任 必须是借由他的代表机关 或受雇人的侵权行为 才可以成立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被害人在请求赔偿 必须特定指明并证明 这个法人企业组织内部的加害人 以及他行为的内容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所以你要用明法188条 或者用28条去请诉 你一定要指明 这个特定的加害人是谁 那个加害的自然人是谁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这样的话呢 在无法确知加害人 以及这个加害人的规则是有的时候 那这个代表人受雇人的行为 就不符合28条188条规定 那符合规定的时候 法人就不用负责了 所以只要在案件里头 我刚刚举了那么多案子 包括以前那个 我刚刚讲的传播碰撞的案子 我刚刚讲的那个楼梯往下掉的案子 我刚刚讲的这个医疗的案子 那在这些案子里头 你都会发现 是根本没有办法确认加害人是谁 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故意过事 那这样的话 其实呢 就严格的法律解释来看 他都不能适用28条和188条 要件都不符 那从而呢 那这个法人呢 就不用去负这个雇佣人的责任 雇主的责任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呢 会让法人呢 即便对损害发生有规则是有 能不能可以脱贬责任 这个对被害人的保护 娴熟不重 那这个就是信用卡 暂缓的强制执行案 这个案子呢 最重要的意涵 所以他把这些问题呢 都全部写进去了 包括我刚刚提出来的这个关于法人 为什么不能自己负责的传统见解 他在这边一次回答 说有184条是OK的 文艺解释是OK的 他也有自己的意思 然后呢 胡法特定加害人的时候 他不可以因此免责 不然的话 他责任太轻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法人的判决 那我刚刚讲过 这个判决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有质疑论 就说真的吗 有这个叫做法人自己 竞选择任吗 有人就开始提出质疑 那其中第一个质疑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这个 德国法院呢 就他们的民法823条第一项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民法184条第一项 他说德国法院呢 对这个类似我们184条第一项 来创设一个 往来交易安全医务 跟组织医务 来适用于法人 那法人违反这个义务的时候 应该依照这个 德国民法823条第一项 规定物侵犬责任 可是他强调了一句话 他说德国判例学说 并没有特别论述 所谓法人自己侵犬行为责任 这个这句话当然 当然是对的啦 就是说的确的确 德国的判例学说 的确没有讲说 这个就叫法人自己侵犬责任 可是德国法院就他们的 德国民法823条第一项 创造这个往来交易安全医务 跟组织医务 他就是让法人可以直接依照 823条第一项覆证 他违反的义务叫做 违反交易安全义务 跟组织医务 那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等一下我不会说 所以其实德国的法院 是用823条第一项的结果 就是创造法人自己的侵犬责任 至于德国人没有用这个 我觉得那不重要 他就是法人自己侵犬责任 他有没有用这个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看到的书 他们都说他们是在扩大 这个法人负责的机会 让现代社会的大企业 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 那这不就是法人自己的侵犬责任吗 所以我想这个质疑论呢 其实只是一个名词的争议而已 那并没有因此而否定 德国法院创造了法人自己负责的 这个责任太样 那第二个又有人说 哎呀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创造这个法人 自己侵犬责任 依照184条规定负责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不需要 他说很简单 我们不用用184条 我们用188就可以了 他说只要把28条的代表人 跟188条的受负人呢 把他扩张解释 重欢解释 比如说以刚刚那个 中国信州营行那个案子 他说那个 你虽然找不到是哪一个受负人 在申请支付命令 跟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啊 那个地址都负几地 不用那种駐守地 随便记 随便记 他说即便你找不到他的人 可是就是他的职员啊 就是他的职员 我们好以后就是某个职员犯错了 既然好以后是某个职员犯错 我们就用28条或用188条 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是用184条建立法人自己责任 这没有必要 这只是一个他把它叫做美丽的哀愁 好吧 美丽的哀愁 听起来蛮哀愁的 我觉得 这个说法呢 就会回到我一开始讲的 在法院不承认法人自己责任之前 我们法院去解释明法28条 解释188条 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吗 那喊得很乎乎啊 不用特地加害人 随便创一个名词 医疗团队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呢 对法律的适用是不清楚的 而且我告诉各位 德国法院为什么 必须要在他们的823条第一项去创设法人 要为违反交易安全义务 而自己承担责任呢 他的真正的目的就是 他们不希望把类似我们明晚28条和188条 这种代表人跟受雇人的概念混淆掉 随便说 德国人很精准的 德国人在适用法律的时候 你看他们在适用180 类似我们188条 就是他们831条的时候 他们非常清楚的会去界定说 请问这个受雇人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故意过事 他没有就把他伙随掉 不像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法院随便收拾 然后每个人都不要逃脱责任 每个人都来负责 德国法院不会这样 所以德国法院为什么要用184条 他说 因为如果你把类似我们的188条 他们831条 任意做扩张解释的结果 会在无法指明特定加害人的时候 那这时候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这时候请问原告如何去证明 那个特定的加害人有故意过失 难道不用了吗 法院如果认定加害人有故意过失 难道不用了吗 更糟糕的是 那个雇佣人如何举证免责 我们188条第一项诞书不是说 如果今天雇佣人他对悬任受雇人 跟监督他职务的执行 已经进到主意物 他就不用负责喔 那你今天如果把我们的188条的规定 可以寒暗糊糊 再没有特定加害人也可以用 然后就只是想像说 由来有某个人 我们叫做某个受雇人 我把它叫做假设的自然人 只要有一个假设的自然人存在 我们就叫他负责 那请问那雇佣人如何举证免责勒 他根本没有机会举证免责 这样对吗 这样对吗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是什么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讲说 如果我们真的像刚刚那个见解说 好那特定加害人都不重要了 只要我们想像上 这个中国信透银行 他有某个职员 真的是事情乱做胡搞 我们就叫他负责 那雇佣人根本没有举证免责的机会了 那没有举证免责的机会 其结果是什么 其结果是他在负自己责任 简单讲就是188条会变成雇佣人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我要再说明一点 这要说明一点就是 明法188条 他这个雇佣人责任 跟其他国家的法律不一样的地方是 雇佣人对受负人行为负责 他的本来的立法的设计 是为他人行为负责 各国都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的明法188条 又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说 他选任监督没有书室就不用负责 所以好像呢 这个选任监督是自己的责任 所以他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个是跟其他各国的立法不同的 各国的立法不同 那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雇佣人对受负人行为负责 这本来是为他人行为负责 这是他的基本的模型 184条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如果按照我刚刚讲的质疑论的说法 会变成说 受负人是谁不重要 反正雇佣人你就负责就好了 那请问这不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那这个跟明法184条有何不同 有何不同 就变成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你能够取证你没有故意过 才免责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好 简单简直我不再等这种说法 我不再等这种说法 那 这是质疑论的看法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质疑论这样子说 应该再好好说清楚 讲明白不能这样子 那么肯定论呢 就是说 应该我们应该承认法人自己的侵犬责任 这个肯定论 就一次我以前那个2011年的文章说的 就是说从文义解释 就明法184条的文义解释 还有从法人意思的决定能力 还有从过失概念的客观化 这等一下我会说 还有从确认家人的风险分配 就是今天一个被害人 他起诉去请求这个法人要负侵犬责任 那结果他搞不清楚他的受购人是谁 请问这个无法确认家人这个风险 到底是应该由受害人来承担呢 还是要由法人来承担 当然是要由法人啊 因为你才有可能去知道 你的哪一个职员做错事啊 是你有能力知道 这是你的危险控制的领域呢 你怎么可以把你危险控制领域的责任 推给对方呢 所以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从这个 确认家人的风险分配来看的话 当然是要由法人负责啊 所以法人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至于此外呢 还有代表的理智责任 是我刚刚讲的 受雇人的控制范围 受雇人的控制范围讲的是说 是说各位知道 就在现代型的这个企业运作里面呢 其实很多受雇人啊 他引起第三人损害 并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 超越了他的控制能力 很多是系统上的错误 导致呢 他没有办法控制 让第三人受损害 这时候如果我们都让受雇人来负责 其实受雇人承担的是一个过大的责任 那我们也知道依照明法 188条第三项 雇佣人对受雇人的求偿权 所以如果你用188条去打官司的时候 最后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谁 是受雇人 而受雇人承担这个责任 却是超越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这个我觉得对受雇人也不合理 所以这个也是赞成说法人要自己 对于他的组织过失要负责的理由之一 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法院的权利措施 还有法律个别整理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利瓦趋势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那个消费者保护法跟医疗法等等 那这是我当初在写文章的时候有论述到的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呢 有人提倡说应该是要为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喝彩 那肯定这个法人自己的侵权责任 那第一个理由他是认为说 任何经济组织体或法人呢 经由经济活动来获利的话 他跟一般个人经由自己的生产行为获利呢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就他经济活动所造成的风险呢 应该尽到危险防免措施的义务 那违反这个义务呢就要自己负责 那第二个是在现代的社会呢 经济活动科程化、分工化 那自动化跟经济活动多元化 所以基于分配正义的原则 就是获益者应该承担风险 所以法人应该负责 那第三个就是风险分散原则 就是法人应该自己负自己的责任 不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 好那么这是肯定论 那底下我要谈的是 如果我们赞成法人自己负清典责任 那请问他的法人的团体意思在哪里 那法人的团体的意思呢 执意论的人就是我刚刚讲过说 哎呀法人自己没办法动啊 所以一定要靠自然人 所以自然人的行为才是法人的行为 所以一切呢 故意过是要以自然人来论断 这就是传统的见解 那这个见解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说 认为说哎呀 故意过是判断一定要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 跟主观的意思 那法人是一个组织团体 怎么去认定他故意过是呢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附和传统的见解 那么可是有现在有很多人提出来 就是法人的团体意思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去想想看 各位同学在学那个法人的时候 每一个法人 他都一定会有一个叫做 意识决定的机关 意识机关 比如说法人里面的总会 那法人里面也一定会有执行机关 比如说他的董事会 那请问他都有叫意识机关呢 那法人都有意识机关 怎么法人怎么会没有意思呢 那法人的执行机关 他的董事会做成的决议 难道不是他的意思吗 所以这些法人内部的这些团体 构成员所所做成的共同的意思 不就是他的意思吗 怎么会没有意思呢 那另外是一个过世概念的客观化 虽然质疑论者认为说 哎呀这个故意过世 一定要以行为人的精神状态 跟他主观意思来判断 既然反而没有这种精神状态 跟主观意思 所以就没有反而意思 就没有办法判断故意过世 就是这个见解完全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明法上的过世概念 跟行法上的过世概念不一样 明法上的过世的概念 现在已经完全客观化了 那各位如果你去找书来看 不管是看王泽健老师的书 看我的书 青年讯法都一样 我们谈的都是一个客观的过世的概念 就是有没有违反善良观点的注意物 然后就去判断说 请问这个行为人的行为 造成的损害有多大 造成损害的几率有多高 那他要防治这个损害的成本是什么 都是从这些客观因素来判断 从来没有人去问说 请问你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过世 这已经没有人在问了 所以从过世概念客观化的观点来看 行为人那种主观的精神状态不重要 所以法人没有所谓的精神状态 没有主观意识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不会影响过世责任的判断 这是关于法人的团体意识 接着各位同学要有个观念 任何的民事责任来自义务之违反 这句话在侵犬责任如此 在契约责任以来 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 所以你要谈民事责任 第一句话是先问 请问行为人有什么义务 基于有义务才有责任的原则 于是我们要问 请问那法人要付侵犬责任 我有什么义务 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那这个问题刚好最高法院在108台上1499号做了一个回答 那这个案子是什么 我马上叫做混泥土版措置案 这是这样 这是有一个工程公司 那他在做那个捷運局的这个工程 高价的工程 那做完的时候呢 他在那个施工的那个人型变道呢 他铺了一个混泥土板 就垫在那边 什么纤维的什么混泥土板放在那边 结果没想到呢 他那个混泥土板 他本来应该放横的 就是他把它放成纸的 也就是摆错位置 那这一摆错位置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 这个案子 做完了这个工程之后 13年后 13年后 13年后另外一组工程人员要去维修 怕到那个板子 那板子碎掉 然后他就从楼上 啪就掉下去 受重伤 13年后 这个受重伤的人去告原本 13年前那个工程公司说 你那个板子放错位置 你没有按赌丝座 你放的方向搞错了 请问你要告谁 这个案子很有趣 是那一个被害人 他真的去告 而且还说 对对对 13年前就是你的某一个受雇人 他就说你某个受雇人摆错的 结果被告否认 说没这回事 不是他 你赶快去找 请问被害人怎么找啊 你知道被害人找有道理吗 说你摔伤了很严重 但是你要找一下是谁害你的 本公司愿意负责 只要你能够找出来是谁就好 这叫胡扯 好 这个说我把它叫做混泥土板措置案 在这个案子最后好像说你要负责 依照什么 依照明法184条第一项 叫做法人自行的责任 然后他说你违反什么 你违反了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跟组织义务 完美 所以他好像说 你就违反这两个义务啊 那我们要问的是 请问这两个义务是什么 请问往来交易安全义务是什么 请问组织义务是什么 那法院把它并列 这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藉由这个判决呢 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哦 你看最高法院不只在这个判决 用往来交易安全义务 他在这个106年台上至1148号 他就对那个经营商店者刻意一个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啦 所以你们同学一定要了解说 你要小心 以后往来交易安全义务 一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不要忘了它 记得它 了解它 那往来交易安全义务是什么 依照德国学说 就是一个开启 或者持续一定危险源的人 就是开启危险源的人 或者让这个危险源持续的人 他必须呢 采取必要的损害方面措施 来避免损害发生 就这么简单 这个概念有没有抽象 抽象 真的很抽象 那 那我们就要问说 那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个交易安全往来义务呢 它适用的范围包括作为不作为 包括直接侵犬这些侵犬都适用哦 它是很广的 各位要有个观念 你们去看我的那个侵犬行为法 原理那个书 我在讲那个过世的概念 在讲那个义务的时候 我就有讲到一开始 我在讲英美法的临忍原则 在讲注意义务 然后注意义务里面 后来我就讲那个注意义务的类型 所以注意义务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注意 不要去侵害他人 让别人发生损害的义务 这不是很概括的吗 而交易安全义务是什么 我那个书接着讲完这个英美法的注意义务 接着就讲这个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 你如果仔细去看交易安全义务 也就是一个 有一位欧洲的学者讲说 德国法上的交易安全义务 无非就是一个法未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 法未明文规定的注意义务 就是法院呢 依照法律的精神所创造出来 避免他人发生损害的义务 所以这样一个义务是一个 英文字叫做Generic 一个统合性的概括义务的概念 那这样的概括义务的概念 其实它就像英美法的注意义务 Duty of cares 一样 英美法的Duty of cares 相对有各式各样的义务 它是一个义务群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也一样 它就包括避免危险发生的注意义务 比如说警告义务 禁止义务 指示义务 它也包括说你启动危险之后 你要防止损耐发生的注意义务 包括什么危险管理的义务 选任监督的义务 组织义务 调查通知义务 保管义务 保护义务 这么多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 我把组织义务把它圈起来 组织义务只不过是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 这个统合性的概念 作为义务概念底下的某一个义务而已 所以它是交易安全义务下面的一个组织义务 它的效率概念 而组织义务只不过是 往来交易安全义务里面的一种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法院的判決 把這個義務並列對不對 不對 他沒有搞清楚這層次的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往來教育安全義務 接著說好啦 那你基於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德國法院是在他們的831條第一項 也就是我們184條第一項底下 創出了一個教育安全往來義務 他為什麼要創這個 他創這個概念是為了擴大侵權責任的適用範圍 任何人創造的危險導致損害發生 你要誤著 他是擴大侵權責任的範圍 那由這個教育安全義務之後才有產生組織義務 而組織義務強調的不是一個雇主 對於特定加害人 特定受雇人指揮監督的疏失 他強調的是一個組織的瑕疵 就是你組織系統發生問題 好 那這個組織系統發生問題呢 你就要負責 那這種義務包括什麼呢 包括一個叫做組織營運的義務 就是營運組織你要有很多很多的義務 簡單來講就是你在營運這個組織的時候 你必須事先採取整個組織結構上的預防措施 然後來監督下屬遵守命令 不要去侵害別人 而且你要建構控制體系 資訊體系 監督合作體系 然後要制定一般性的安全規定指引 你要做好 然後對職員要充分的去指示教導培訓等等 如果你沒有做這些事 你就要負責 所以這個責任變成非常大 那這樣子的組織的營運的義務 為了營運組織所發生的義務 這個比你單純的188條的監督的義務大太多了 所以企業依照這個組織義務動不動就要負責 沒有錯 因為組織義務的建構的目的 就是為了擴大強化大企業的責任 就是變這樣 那另外一個 組織義務我這裡有舉兩個案子 那一個案子是 你看喔 是原告在被告醫院進行追監盤手術 結果這個馬賽克的手術一次被分配三個工作 那分配三個工作 當天他的助手又生病 所以只好找另外一個醫師來替代 結果另外一個醫師沒有經驗 導致呼吸器阻塞發生問題的時候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原告就受害了 那原告受害了 這個醫院要不要負責 要 他的負責不是他對特定的醫生指揮監督有問題 他要負責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人力不足 他沒有聘用了合格的新的馬賽克醫師 這個就是組織問題啊 我不是對特定的監督的問題 另外一個有趣的案例是德國聯邦的火車公司 他用車廂來運送簽掉 結果沒有清洗 沒有清洗 就去載那個飼料 動物的飼料 那在這個動物的飼料 後來呢 這個飼料被感染 被污染了 被污染了之後呢 原告的乳牛吃了這個飼料就生病了 那生病了 那聯邦火車公司要不要負責 要 因為他沒有採取安全工作體系 這件事情要負責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營運組織的義務 那另外呢 就是所謂組織設置的義務 就是在一個組織裡面呢 你應該設置一些代表人 應設置而沒有設置 應該去任命一些合格的人員 來監管整個體系 你沒有去選任他 那應該選任一個代表人 或者合格的職業人員 明確沒有去選 這個也是個要負責 這時候你看你根本沒有去選 比如說你沒有去選一個代表人 那你依照28條 你根本沒選啊 你怎麼去試用28條 我明白28條一定要有一個代表人 可是你就乾脆不選 不選不就沒有28條了嗎 28條有責任了嗎 那怎麼可以 所以你應該選任代表人 而不去選任 你也要負責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組織設置的義務 好 那麼至於過世的判斷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多講 我要講的是一句話 關於這個義務是違反 我們要強調的是 只要法人沒有進到 善良管理的助義務 而沒有去選任合格的人員 沒有進到監督從業人員的責任 那沒有去訂定各種規則跟指令 或者訂了指令規則呢 缺陷不周 或者沒有認真執行 全部都違反組織一定的義務 要負責 那如果你應該設董事 而沒有設 應該任命而沒有任命 就違反組織設置義務 只要你沒有進到善良管理人員的助義務 也是要負責 更重要的是 我剛剛這樣子講 你一定會有一個印象 什麼印象說 第一 它的組織義務這麼龐大 該訂規則沒有訂你要負責 訂了規則沒有好好執行 你要負責 那你幾乎不是要負責的嗎 答案是Yes 也就是所謂的交易安全義務 雖然德國法院認為說 這仍然是一個過失責任 只要你進到女性人的助義義務 你採取了應有的法免措施 你就可以不用負責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是 只要你有義務違反 就推定你違反 除非你這個法人能夠證明 你有主權違反事有 那你才能夠免責 所以實際上它會發生 舉證的責任倒置 或者減輕的效果 所以法人要免責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看到的這個 這個歐洲人寫的書裡面 他們說交易安全義務 已經使親權責任 是一個過失責任 轉向於嚴格責任 就是無過失責任 你看免責紀錄是跑不掉的 好 那麼這是當我們肯定了這個 交易安全義務 作為一個法人自己責任的基礎的時候 那幾乎以後我們可以看 法人要免責是非常困難的 好 那麼最後呢 我要談的是什麼 最後要談的是 法人自己侵權責任的獨立性 也就是明法184條跟188條28條的關係 各位同學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184條的責任跟188條的責任 要各自判斷 各自判斷 它不會互相影響 可能呢 你不成立188條還是可能成立184條 可能你不承認184條的責任 還是可能成立188條責任 這個大家要有這個觀念 那我就用四種類型來講給各位聽 第一種是什麼 是 法人的代表人或受僱人 沒有過程侵權責任 法人自己要不要負責 我們看 唐哥倫法院有一個醫療的案子 他的案子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人 發生交通事故被送到醫院去 送到醫院去 後來呢 夜裡晚上送去的 送去沒多久越來越嚴重 趕快送去急救 送去急救他們就趕快要找所謂的 創傷急救小組 趕快找一團人來救他們 結果沒想到 那一團人 他們醫院的所謂的創傷急救小組 成員竟然只來一個 比如說本來應該來很多個 他竟然只來一個 其他人不見了 最後這個病患死了 病患死了 家屬告誰 第一告那個胸腔科醫師 就是那個團隊裡面的組長 告那個人 只來一個其他人都沒來 所以都沒被告 因為就沒來嘛 第二告醫院 好 那你可以說用188條啊 OK在這個案子 法院認定什麼 法院那個胸腔科醫師沒有責任 他說他已經盡其所能了 他已經沒辦法了 所以認定他不用負責 可是法院說醫院要不要負責 要為什麼要負責 你的創傷小組的成員在哪裡 他們跑哪裡去 為什麼要叫他們來的時候沒人來呢 這不是組織有問題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個人不用負責 但是醫院還是要負責 這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他不會構成188條的責任 但是他會構成184條的責任 好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 顧用人呢 對於受僱人的選任監督沒有書師 所以顧用人舉證免責 也就是顧用人如果依照188條第一項 但書舉證免責的時候 請問他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 沒有184條的責任 有人這樣說喔 這個觀念是錯的 不是 這是兩回事 我們來看德國這個案子 德國這個案子是 有一家工程公司 他要移那個電燃線 那移電燃線怎麼辦呢 他就要去挖那個挖鉤去 而且那個挖鉤呢 是在路面上挖 在路面上挖那個鉤 這個我想各位都很驚訝 因為台灣的馬路每天都在挖 那他在挖的時候啊 結果去挖到管線 挖到那個地下管線 而這個地下管線呢 他是一個瓦斯管 那瓦斯管被毀損之後 那個瓦斯就流入 這個雲告的這個房屋的地下室 結果就爆炸了 爆炸之後呢 這個房屋就受損了 受損非常嚴重 必須要拆除 必須要拆除 好 那雲告就起訴 雲告起訴呢 那房屋所有人起訴 他告誰呢 他告第一 告那個工地的管理經理人 這是整個工地的管理人 第二個 告那個 挖水稻 挖鉤取的那個 那個人 那個監督人 你在挖你怎麼沒辦法挖呢 就告他 好 第三個 就依照我們的 像188條一樣 他們831條 他去告那個 法人 就是工程公司 他就告這個 在這個案子裡頭呢 德國法恩說 德國法恩說 德國法恩他講得很好玩喔 他說 這個 工程的管理人 他的素質很好 他呢 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他是呢 碩士畢業 他非常厲害 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 人家都沒有講到他有問題 所以他 這個 工程公司選任他呢 是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工程的監督人員呢 他說他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他說他很厲害 他做過無數的這種 工程挖掘的工作 然後他甚至還專門在培訓人家 他培訓人家的時候 表現非常優秀 所以呢 德國法院認為說 這個工程公司 選任這兩個人來做事 還有監督他們兩個人來做事 叫做很好 沒有疏失 你看我們台灣法院很少這樣認定 然後德國法院就說 這樣沒有疏失啊 所以不適用188條 因為他舉證免責了 接著是 那他要不要負責 要不要依照 我們的184條負責 德國法院說要 要負責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這個工程公司 在從事那個 馬路的挖掘工程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說 那個 那個 人家告訴你說 那個馬路的那些 地下管線 大概是地下40公分 而你要挖 這要挖60公分 你一定會去 一定會去touch到 那你竟然 你都沒有注意到 你沒有去霧林下電梯公司 沒有去霧林下瓦斯公司 所以你沒有去搜集這些資料 你本身有過失 所以他就要判他要負責 OK 好 好 那第三種是加害人不明 那加害人不明 我舉的例子 就是 剛剛我們說到的 信用卡帳款強制執行案 還有了混泥土版措置案 這兩個案子就是找不到加害人 那既然找不到加害人 所以呢 他要不要負責 我們看到 我們最後還要說要負責 因為在這兩個案子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試用28條 或188條的規定 最後 有的案子是加害人跟法人 都要負責 舉的例子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德國聯邦火車公司這個案子 在這個案子裡面很有趣 這個案子是 這個員工沒有好好清洗這個車廂 那導致那個動物飼料受污染 那因而讓乳牛吃了之後生病 那德國法案怎麼判 德國法案說 火車公司不僅是要 為他沒有適當監督受僱人的負責 也就是他要負188條的責任 同時他還要救他自己 沒有採行安全工作體系的負責 所以他要負184條的責任 所以在這個案子 德國法案是認定 這個火車公司同時 以188跟184負侵權行為責任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代表告訴各位 這是兩件事 不會是同一件事 OK 好 那麼這個是法人的責任 那本來我的主題就是放在 那個法人制宜信員責任 那人格權的概念的扣張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看我給你們的PPT 什麼東西去看它 那我還沒有寫文章 當然所以沒有特定的見解 只是把那些案子鋪陳給大家來看 所以重點還是在法人侵權責任 今天上課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